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帮我们说明一下今天早上的经过 我们在记者会当中 今天早上是民主政线跟民主动政 我们总共七个人入住洛富特饭店 两个房间 我们都是到正常的程序地方入住 那在今天早上九点半的时候 有饭店的人穿制服的警察 以及国安人员 那国安人员因为这是我判断 就是都是穿新装 然后每个人都是配备而机 那以前我所看到的特警 这些人应该是国安人员 那他们就要求我们说 会有为安的疑虑 说要求我们所有的人立刻离开 那我们表示反对 说我们是有经过正常的地方住宿 他们不可以这样做 那只问对方凭什么 要我们离开 那接着我们就把门关起来 那关起来以后呢 就开始 外面就 刚刚的国强的困店的人 国安跟警察 就听到说 就听到有转门的声音 那他们开始转门 那两个房间 一个没有撞破 另外一个房间呢 是门撞破了 而且那个警察跟 应该是国安人员就冲了进来 那当时 我们就跑去跟他们理论 然后把这样的讯息 上传到媒体 那等之后有一段时间 警察的 跟反面这边的态度就比较软滑 他们希望我们主动办理退房 那大概11点半左右 那警察又表示说 现在我们在11点40分离开 如果不离开的话 要开始强势态力 那情况是 我们七个人都 集中到一个房间 那外面全部都是警察 全部都是警察 那现在我们已经 集中只有经收到限制 那那个 当然他们是希望我们立刻离开 但是目前警方正会不会有动作 目前并不清楚 那早上整个过程就是说 警方跟饭店人员 他们没有任何的正当理由 对我们这些地方住宿的当客 下驱逐力 那他们说有危安疑虑 那我们实在没办法理解 什么叫做危安疑虑 那凭什么 那个我们已经登记入住的房间 他们可以这样破门而入 这是一个严重 新版人权的行为 但是我们觉得呢 今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 正是因为呢 这个黑箱的王昌会 在进行黑箱的整治谈判 那他们不希望 听到人民正正的声音 所以用舌头 慢慢链围起来 甚至对我们这些 特定住宿的 方式 那也用这样破门而入的方式 那怕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呢 去表达他们所不希望 听到的声音 在27条里头 我稍微念一下他有几个情况 说旅馆业如果发现旅客 有这些情形的话 应该要报警 当地的警察机关处理 第一个是 携带枪械或其他违禁物品 第二个是施用毒品 第三个是有 自杀击下或死亡 第四个是在旅馆内 剧毒或深夜喧哗 妨碍公众安宁 以上这几个 我想都不是今天发生的情况 那还有一个叫第六点 叫行为有公共危险之余 或其他犯罪嫌疑者 可能他们觉得是这个东西 但他却用了另外一个理由 叫做未攜带身份证明文件 或拒绝住宿登记而强行住宿者 那我想今天的情况是有登记 赖律师他出面登记 那二十三条并没有说每一位都要登记 他就说你住宿旅客 你要登记他没有说每一个都要登记 就算就算 这个诺普特旅馆 他说每一个都要登记 你没登记你不能住进来 这也是一个民事的纠纷 就是说你没有登记 那我本来应该要算你一个人的钱 现在应该要算你四个人的钱 还是五个钱 那是民事的纠纷 民事的纠纷可以动用到国安警察吗 这是一个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头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其实呢如果真正有犯罪嫌疑的话 我请问各位 是不是在按照一般的刑事述动程序里头 就算有犯罪嫌疑 也是应该要有票 那今天有票还是没票 没票嘛 所以他今天一直没有讲说 是用这个有犯罪嫌疑 而是说他没有登记当作理由 没有登记当理由 这是很荒谬的 没有登记 顶多顶多是一个民事纠纷 顶多顶多 我说的是一个没有法源授权依据的一个 资讯收集的一个行为 你只要去问他一句话 就是说其他的每个住房的 那个是不是每个人都全部都登记 这个直接只要问他们就知道了嘛 所以他们只是在配合 所谓的国安单位 对特定的人进行请收集 因为不可能 所以旅馆也不可能 因为你住到旅馆里面 事实上它概念是一个使用 收益的 使用的概念 就是说你对于这个空间 你有所谓的使用权 所以你使用权你要邀请朋友 你可以啊 你要邀请他来这边待一阵子 只是说如果过夜的话 那旅馆也可能要跟你收一些 所谓加床费之类的 这个是这种民事的问题 所以你只要去问那个旅馆也说 你是不是每个 呃 客人都是要求啊 譬如说两个人房就要有两个登记资料 四个人房就要四个登记资料 是要他拿得出来 我觉得那可能还有一点道理 我相信他拿不出来 呃 大家知道说我们早上 呃 这场这个意外其实造成是在于说 早上我们就要去抗议王商会这件事情 然后王商会的天朝来访 所以我们很多的公民团体 举办了一个红牌行动 然后呢 我们的团员 还有赖御师 就在于 旅馆里面 在早上的时候 被这群黑衣人 借由 呃 房间服务的理由 然后强行破门路 而且没有说锁票 然后进来以后 警察就只会讲之说 我们是依法行政 然后这有危案问题 但是完全任何理由都没有说明 然后这种我们不禁怀疑说 我们是不是会回到以前的戒指时期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会出现警察中枢 然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就像律师刚讲的 我们下一步是否在街上 只要是任何 靠近 天朝官员 或者是任何的 有一点危安可能的 他们考量的存在下 我们就会被带走 然后因此 民主斗争要提出三点俗求 就是 我们要抗 我们要拒绝国家机器运用不当的暴力行段 在如此不明不白的为天朝 天朝寻航护航 然后不允许在戒指期 侵害人群的悲歌在思想期 第二点 我们坚持 台湾民主的自由的未来 拒绝在中国以威权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 威权 我们需要捍卫台湾的主权 不再接受政府的非公居心 第三点是 我们要求两岸需要在监督 详细的监督条例之后 才可以进行交流 不能在像这样的黑箱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在在座的每一个人 在台湾的每一个人 大家的自由 以及大家的生命 跟生理财产安全 事实上都是处于高度危险的状态 My house is my castle 风可敬 雨可敬 国王不可敬 这个大原则是一个国家的自由 乃至于一个国家的法治 最基本的事情是 是人类社会经过了将近千年的奋斗 流血奋斗 流了多少无数的血 才确立下来的一个大原则 在台湾 经过了几十年的威权统治 以及我们对抗威权统治之后 才确立下来的原则 可是在今天早上 一夕之间就整个被打破了 正因为My house is my castle 住家的安全是我们所有 自由我们所有安全的基础 所以我们在刑法上 也侵入住宅的罪 在刑事诉讼法上面规定 一定要有票 有搜索票 国家才可以进入到 我们的住宅里面 可是这个原则 今天早上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这个方面里面 一夕之间全部都被打破了 这个政府 用今天早上这样的行动告诉我们 他完全不在乎这条界线 那如果他完全不在乎这条界线的话 那么下一步 他就可以在街上 没有任何票 把我们从街头拉走 让我们在街头上面 突然就失踪了 因为这条界线被踏过去 那么下一条界线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找不到 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任何回应 无动于衷的话 那么我可以告诉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危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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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